我老爹趕電玩 大家好 今天 老六 一樣先換個1000鈔票 好 沒有問題 最近好像沒什麼活動 值得老爹大報酬 所以鑽石累積越來越多 每天一樣換1000鈔票 有6萬賺的 好 各位觀眾 那麼我們一樣 現在整個遊戲能抽的東西 我看大概也只剩下補給站了 但是 老六 今天來回答 各位一些比較 比較 比較重要的一些問題 各位觀眾 好嘞 好 各位觀眾 很嚴格嗎 要看什麼東西 如果對於 工作上的事情 老爹是特別的嚴格 那如果是對於一般生活小事情 老爹就不會很嚴格 如果你們是說對照顧小孩子來說的話 那還有一點 對於孝順跟禮貌這一點 老爹對於這個是非常講究的 所以孝順跟禮貌 老爹會非常非常的嚴格 所以 老爹的小朋友 前幾天 大概上禮拜 他跟老師講了一句什麼 你不要管我 那老師有打電話給這個 這個 這個 老師有打電話給老爹 那 這個 老爹的女兒 就被老爹 狠狠的削了一頓 你不管怎麼樣 敢對老師不尊重 就是對我不尊重 我就是這樣子跟我女兒講的 所以 老爹覺得禮貌跟孝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再來 YIFEI KE 老爹有推薦的基金嗎 成長型可以比儲蓄利率好的 好 各位觀眾 老爹從來不買基金 也不買股票 這個老爹的家人有買股票 但我是滿反對的 我看到的都是輸 其實老爹不喜歡玩股票 這個就是一種 比較知識型的賭博 這個老爹不喜歡 所以老爹也沒什麼研究 那 老爹覺得賺錢還是靠做生意 靠做生意比較實際 自己出來做一些事情 請問老爹 幾歲開始抽菸的 其實老爹從小到大 都很討厭人家抽菸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只要有人抽菸 我都很討厭那個菸味 然後到當兵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 真的是為了丁秋 看每個學長都在抽 好幾個學長都在抽 就覺得 好 抽菸看起來好像比較屌 坦白講 各位小朋友 不要抽菸 那是一個很智障的行為 真的不騙你 第一個 一點都不帥 第二個 你女朋友 以後一定嫌棄你 不過不要覺得什麼抽菸很帥 一點都不帥 甚至女生都很討厭 而且很噁心 真的 不要學抽菸 老爹從當兵開始學會的 我真的就是後悔到爆炸了 再來 UWW 老爹 請問要怎麼跟不同部門的女生 要聯絡方式 平常很少遇到 遇到的時候會閒聊幾句 其實我覺得 要怎麼跟不同部門的女生 要聯絡方式 我覺得你就在很自然的情況下 就是 找些機會 你要表示出你的一些好感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你如果 直接就是什麼 打電話說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把握的情況下 你就直接說 去約女生去吃飯 這不太好 除非你長得很帥很帥 或者是你很有錢 很有錢 那麼老爹建議 你先釋出你對她的好感 可能送她一些小東西 或者是說 就是在某些程度上 對她比平常人好一些些 然後你看她的反應 如果她的反應 你有得到回饋的話 表示說 她對你也有一點點好感 你再出手 不然你直接 很衝動的 跑去就是 跑去就是直接約她出去 我覺得 這個勝率比較低一點 我覺得你可以先 先測試看看 她對你有沒有好感 再來 盧北 老爹做什麼工作的 靠腰啊 怎麼到現在有人問這種問題啊 盧北啊 你是最近才加入的吧 老爹最主要做會計事務所啊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知道啊 再來 老爹如果以後出二郎 你會抽嗎 好 各位觀眾 只要老爹還有玩一拳超人的情況下 只要還有在玩的情況下 老爹不管出什麼角色 我一定都會抽啊 你們跟了我半年了 快半年了 還不知道我的個性嗎 像現在老爹都不知道抽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抽這個 在抽哪一國的啊 最後 老爹 有關於這個 頻道會員的一些想法 老爹想要告訴各位 好歹 老爹想說的是啊 優佳入的人啊 老爹 先跟各位說一聲謝謝 當初老爹創立 是因為 看到其他的YouTube 老爹在看其他YouTuber的留言啊 有些人的留言有特殊符號啊 我覺得很帥啊 我就去了解一下啊 後來發現這個是會員頻道 就是你加入了這個會員頻道 你留言旁邊會有一個mark 一個mark 老爹覺得這樣很有歸屬感 很帥氣啊 所以老爹就找了設計師來設計 感覺很酷啊 感覺真的很酷啊 至於啊 沒有加入到的會員啊 沒有加入到的會員啊 等一下老爹 老爹換個新角啊 補個人喔 好 至於沒有加入到的會員啊 完全不影響現在的權益啊 各位觀眾啊 真的完全不影響啊 老爹當初啊 遠征啊 放在那裡沒有賣啊 大家都知道啊 就丟在那裡啊 就是考慮到抽獎的人 真的很多啊 如果要抽獎真的很多啊 老爹有一次抽那個什麼遊戲啊 什麼什麼什麼遊戲 我都忘了 那個遊戲我你怎麼忘記了啊 我抽了好久啊 花了我老爹好多時間啊 而且還要注意這個公平性的問題啊 所以你們可憐可憐老爹一下啊 老爹這樣子啊 可以稍微篩選一下 輕鬆一點 而且啊 也比較有意願來抽獎喔 所以 並不會說 你沒有加入到頻道會員 好像就少了些什麼 因為 沒有 我如果沒有開頻道會員 我也懶得抽獎啊 所以根本就沒差啊 各位觀眾啊 根本就沒差啊 來了 老爹再選一下人喔 怎麼一直要選人啊 很煩耶 好 繼續 老爹也在這邊宣導一下 參加會員啊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啊 也就是你留言的時候 多一個符號啊 就這樣子啊 然後啊 這個老爹日後啊 有帳號啊 盡量啊 老爹盡量做啊 沒做到你們也不能怪我啊 老爹啊 老爹先講明白啊 先講清楚啊 老爹盡量在三個月以內 有抽一次帳號啊 就是老爹中間有玩的遊戲 這個 這個想要抽出去的啊 老爹沒辦法顧這麼多 這麼多時間來顧帳號的時候 我就會把一個帳號送掉啊 老爹這邊先講啊 大概三個月以次吧 老爹盡量做啊 好不好 但是沒有保證啊 你們不要這樣啊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是為了抽獎而來的 那你就不要加入啊 唯一保證的就是 你留言的時候旁邊有個Mark 有個小小的VIP 就這樣喔 老爹坦白講就這樣喔 好 然後 呃 老爹坦白說啊 老爹的帳號啊 真的隨便賣啊 全益這個賺的錢啊 可能都比這個 頻道會員還來得高喔 真的不唬爛啊 目前看起來喔 收益喔 這個會員頻道 YouTube還要抽喔 老爹的收益是不到1萬的 就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不到1萬的 老爹不是嫌少啊 而是想讓各位知道啊 老爹想要的是什麼啊 帳號能讓老爹 比較輕鬆的送出去 不用在那邊賣啊 不用在那邊賣啊 等一下 開一下 開一下 好 繼續 老爹不用在那邊賣帳號啊 而且啊 能保證啊 老爹是把帳號啊 送給喜歡老爹的人啊 你們知道嗎 老爹拍一拳超人啊 每天這樣1萬賺1萬賺的換啊 一天啊 台幣都1萬起跳啊 這個一拳超人 老爹爭槍死戰的花錢啊 有時候還更多啊 你們都有在看啊 有時候這個現實角還更多啊 所以啊 老爹真的不是很在意 各位有沒有加入會員頻道喔 所以各位啊 請放心喔 請放心喔 有加入的人 老爹跟你說聲謝謝 沒有加入的人 老爹一樣愛你們 沒加入就沒加入啊 老爹一樣加入 老爹一樣 老爹一樣重視各位啊 那也有加入的朋友 老爹也非常的謝謝你 雖然你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就是講話多了一個符號喔 那老爹盡量啊 以後啊 有這個玩不及的帳號啊 老爹盡量就半抽獎這樣子 也就這樣 但是老爹不保證喔 所以加入之前啊 麻煩各位啊 真的要三思而後行 好不好 好 最後 林差凱 老爹 你開放會員頻道 可是我沒有信用卡 那可以 小額 你可以開放小額誤費 讓我加入嗎 各位觀眾啊 這老爹說啊 沒有信用卡真的就不要啦 這個老爹猜你可能還沒有 還沒有出社會喔 真的 林差凱 你的誠意 老爹收到了 真的不用加入 你只要常常看老爹 我就真的很開心喔 不要加入啦 等你長大之後 你能賺跟老爹一樣多的錢 你要加入 老爹非常的歡迎你喔 好 當然 你的留言老爹也都會看 也都會回覆各位啊 所以 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了 希望各位真正了解 老爹想要的是什麼 好 那麼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告訴老爹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拜拜